据乌克兰UNIAN通讯社报道 在当地时间1月3日举行的政府工作会议上 乌克兰总理石梅加尔称 由于俄方对基础设施的袭击 乌克兰重建所需资金以非去年6月预估的3500亿美元 而是超7000亿美元 他表示 乌方期望不久后重建受损的居民住宅 费用将用此前没收的俄罗斯银行资产支付 在不久的将来 我们会开始修缮工作 费用将由此前俄罗斯银行被没收的资产支付 乌克兰总理石梅加尔在会上表示 目前乌方没收的俄罗斯银行资产 已达170亿乌克兰格里夫纳卢部 他重申 乌克兰政府现在的首要任务在于重建民众的住房 据石梅加尔介绍 在乌政府本年度的国家预算中 包括旨在消除俄罗斯入侵后果的价值 达355亿格里夫纳的专门基金 这笔基金将用于建造和修理公共建筑 重要基础设施 以及为国内流离失所者提供住房 邮恩-IAN通讯社原引述据称 截至去年9月初 自俄乌冲突开始以来 乌克兰境内至少有1.53万栋高层建筑 和11.59万栋私人房屋遭到破坏或摧毁 石梅加尔随后在会上强调 吸引外国投资将是促进乌克兰经济复苏的重要组成部分 因此乌克兰2023年必须完成正在进行的外国投资者军事风险保险谈判 他指出 乌方正计划与世界银行一起 再次核实乌克兰战后重建所需的资金 他说考虑到最近对我们基础设施的攻击 今天这个数字已经超过7000亿美元 这个数字是乌方去年6月预估的两倍 石梅加尔当时报告成 截至2022年6月1日 乌克兰重建需要约3500亿美元 值得一提的是 去年7月 石梅加尔在瑞士卢加诺举行的乌克兰重建国际会议上曾表示 乌方总计需要约7500亿美元 并且分三个阶段来完成重建计划 至于如何筹措这笔资金 石梅加尔一方面既希望于私人投资 即没收俄罗斯资产 另一方面则希望获得西方的援助 为此 他甚至在会上展示了一张地图 上面标明了包括美国 德国 意大利等国家各自应当援建乌克兰哪个地区 另据今日俄罗斯报道 美国及其既期盟国 没收了俄罗斯中央银行的约3110亿美元储备 以及被列入黑名单的俄罗斯商人拥有的数十亿资产 但近一段时间 有关是否将冻结的俄罗斯资产移交给乌克兰政府的议题上 欧盟内部出现分歧 彭博社近日报道称 一些欧盟政客越来越愿意将俄罗斯资产移交给基辅方面 与此同时 德国政府在这个问题上存在不同意见 但表示愿意在法律问题得到解决 且其他西方国家也这样做的情况下 支持没收俄方资产 2 7 9 感谢观看